环球大战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今天邀请到的是汤绍晨老师 老师好 思敏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第一天上我们节目 所以还在适应一下我们的那个调性 还有我们的节奏 对好 老师我们今天来要来聊聊这个川普 现在是说11月份 他有可能会担任第二任期 不过呢 他最近在接受这个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勾勒了一下他第二个 如果他当选 我们现在假设的前提是这样 他当选第二任期他的愿景 他提出了一些计划 那这些计划里面被大家形容说 有很强烈的威权主义的色彩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说 未来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 美国的政治的上面 还有整体的社会风格 会不会有一些些的改变 什么叫做威权色彩的一个社会 那威权在往下走会不会走到极权 这个也想要来请教汤老师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这个时代杂志这边接受专访 然后大家认为说美国接下来会走向威权主义 主要就是跟川普提出的政策有关 几个政策我帮大家 观众朋友稍微快速带 第一个大规模的这个 要驱离移民的政策 那川普是说他现在认为美国的南部 跟墨西哥这个非法移民的人数 一直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 他也是受够的 他说我就是别无选择了 接下来如果要大规模驱逐他们出境的话 我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失控了 所以接下来使用军队 他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 用军队来去强制驱离 这是第一个 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堕胎的议题上面 这个一直都有争议吗 川普是说我们就让各州去自己做决定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他提到说要打击内部的敌人 他就说如果说他重返白宫的话 会对内部敌人 等一下请汤老师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内部敌人 他说来进行镇压 如果他不能重返白宫 他也说他不排除会使用政治暴力的可能性 这个东西我等一下也要请汤老师来帮我们 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川老师先帮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您认为川普2.0 跟川普1.0 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态度上面 会不会川普变得越来越强硬 他当选如果啦 会对内首先处理的问题 还有对外又有哪些 这个问题 其实层面非常的广泛 不过我首先要提一点 就是川普曾经讲过了 他说如果说我没有当选的话 雪流成河 大家还没印象 对不对 这什么话 哪一个总统哪一个美国总统敢讲这种话 这个是根本是独裁者的语言 对不对 他说如果说你不选给我你完蛋了 雪流成河了 等于说就是他打内战了 哪有这种事情 在美国谁可以想象到美国今天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这是不是有点像什么第三世界的那种独裁者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那他为什么支持度还那么高呢 这个里头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呢 现在川普是有官司啊 又是封口费啦 又什么的 可是他官司越多 哎支持者也越多 这个也很奇怪了 那为什么 好为什么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只能够用什么呢 用一种所谓的民粹主义的这种思维呢 来做解释 什么叫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很复杂 我简单说就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反历史 反社会 反智慧 哪个智慧啊 智慧就是我们的 很有智慧的智慧 对 也就是说 反现存的所有的意识形态 这个政治制度 甚至还包括很多的政经的 所谓的这些政策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道理在哪里呢 道理在于说 因为你现任的这些政治人物啊 你没把事情做好 美国人对自己不满意啦 自己不满意 而且这还不是美国人啊 欧洲也是一片啊 对美国也不满意是不是 不是对欧洲自己啊 对欧洲 这个就是所谓的极右派嘛 或者极端主义者 就极右跟极左嘛 对不对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 譬如说 我们现在啊 譬如说我们台湾的话 我们还不像他们那个那么厉害 意思就是你譬如说你有个丑闻啊 有一个什么政治人物啊 有些贿赂啦什么的 你自己都脸上无光 无脸见人 就是你自己就消失了 下台了 可他那个不是啊 他那个刚好相反 你刚讲了半天 刚好相反 意思就是说你越来 你越是出轨啊 你越是不守规矩 我越好 哈哈哈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么严重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民粹嘛 这个意思就是说 原本的标准答案 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在乎了 把你推掉了 推翻了 那我们要重新来过 可是重新来过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还很难说 他也搞不清楚 当然 你刚刚 有一些议题已经讲出来了 比如说他讲了 他说我如果说当选的话 川普当选的话 那我要大规模的 推逐移民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圈内的 他说美国政治圈的这些人 这些人不听他的话 他说我就把你拳救了 我就把你咔嚓了 那另外当然就是移民 他说移民啊 就是来沾我们美国人的光啊 来吸我们美国人的血 他说这个移民啊 都是有毒的 他讲这种话 那这个当然就是让很多 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一般的传统的政治人物呢 他们根本就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呢 现在等于说在美国呢 现在存在的一个叫做什么呢 一个价值大翻转 以前是对的 现在错了 以前是错了 现在是对的 这个整个就翻掉了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的最典型的政治人物就是 代表人物就是川普 对不对 那你刚刚讲了 比如说移民 移民他说我要用军队把这些人赶走 移民要不然都是什么 贩毒的啦 要不然是强奸犯啦 什么什么 讲这些话 可是移民当然也还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 他可以给他 给美国增加很多的劳动力 对不对 不是完全负面的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就我刚刚讲这个内部敌人 好了 这个内部的问题 他要怎么去清除 这个也是很那个 很麻烦的 因为你要走法律 就是反对他的人 反对他就是敌人 好了那你这些人 因为有言论自由的保护啊 那你去怎么清除呢 那你一定要走法律途径啊 那你走走看吧 那这个东西就是 就不是那么容易处理啊 可是呢 他现在用这个言论来恐吓 下马威 他要你这些人 你走着瞧看着办 那你说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当然会啊 对不对 好了 那另外呢 就是对国外 就算我们刚讲的是美国国内的 在国外啊 我跟很多的欧洲人 甚至包括美国人都 谈过这个问题 哇 他们心里面的忧虑感 你现在无法行为 尤其是欧洲人 对吧 对 因为他以前已经受够了 川普是漫无彰法 他是随性所欲 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而且呢 他反对 这个所谓的这种组织 国际组织的形态 譬如说欧盟啊 北约啊什么这些的 他根本看不上 而且呢他还讲了 他最近还讲的话 他说 如果你这些北约的国家 你的国防预算 没有占你们GDP的2%的话 现在提到3%了 原本是2% 现在提到3%了 现在如果没有到3%的话 那我根本保护你 我还要希望苦力来打你 哈哈哈 如果讲这种话 那这个 因为这些国家呢 他当然了 他这看了以后 他说这个东西 他压力就很大了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呢 这个可能还要有时间 不是那些人 那些国家真的有那么多钱 可以来把他的预算 放在这个国防这个部分上面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让很多的国家呢 就感觉到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忧心忧虑 甚至焦虑 意思就是说万一真的有状况 万一真的川普选上了 好了 那这些人 结果要怎么办 那万一普丁发疯了 或者普丁真的是 有些什么动作的话 他就说我不保护 我让他打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完全颠覆了 我们传统看到的 或者说是欧洲人传统 他们的这种思维 以及他们的这个理念 跟他们的这个价值 威权走下去 会不会变成极权啊 那会不会压缩到 现在美国现存的民主制度 那这个我想要问老师的是说 会不会反而这还是 美国人民比较想要的 因为大家也是选川普 就是一定是看得好 他的政策的理念嘛 你怎么看 对 因为这一点啊 我们确实是很难想象 意思就是说 因为美国给我们的观念 给我们的这个认知 都是好像是一个民主的模范 对不对 自由啦 开放啦 民主啦 政权啦 什么的 他们都是典范 对不对 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了 那到底要如何来收拾这个残局呢 这个我现在是很难匿料 意思就是说川普 如果说选举 第一个看他的选票 如果说跟拜登 赢拜登很多的话 那不得了 那川普就可以呼风唤雨 他不可一世了 对不对 你看拜登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跟拜登差不多的话 那他可能声量会小一点 那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可是呢 对我们刚刚所说的难民 什么这个 他的政敌 还有对外国的这些组织 什么这些东西呢 那我倒觉得说他一定会做 那只是说做 做用什么方法做 是不是因为你的这种手段 的不可访 而造成大规模的抗争 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存在的 你想想看 他那个时候 要下台以前 他就 吆喝他的这些支持者 去跑到白宫 跑到国会山庄 去抗议 结果这个案子现在还没结了 那这种状况 是不是会重演 我觉得几率还是蛮大 威权走下去 会不会走向极权 压缩美国民主 我倒觉得很难想象 这么极权啊 其实是跟美国的这些 传统的这种认知 以及传统的这种知识 或者说这个传统的这个价值呢 是完全违背 对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立国这两百多年来 他们就从英国那边逃出来的 然后这个清教徒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了以后呢 他当然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是在把那些欧洲的思想 一直到这边到美国来 到美国呢 一直到川普之前呢 这好像都还做得不错 我们都非常羡慕他们 那可是现在呢 确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在翻转 那你说会不会首相极权 这个极权有两个字 一个是集合的极 一个是北极的极 对这两种不一样的状况 集合的极的话呢 是说我这个权力是集中的 对啊 权力集中 那还有一些呢 是可以有发挥的这个空间 你比如说在财经方面 经贸方面还是可以发挥的 那那个北极的那个极的极权呢 那是他政府一把抓 什么都抓 这个就是北韩就是这个情况 对不对 那其他国家你说像以前 中国大陆他并不是这样子 他是说我政治方面我是抓的 可是我在很多市场的经济方面呢 我还是开放 对不对 那你说美国会走上这条道路啊 我现在是非常难以想象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呢 好像这个几率还是存在的 好老师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川普当时有 有没有可能会去修正一些 现在拜登的一些对外的关系 你觉得会有产生哪些变化 特别我想要讲的是中国大陆 嗯 因为川普啊 我们不要忘了 他是一个生意人 啊 生意人呢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是什么呢 商人重力轻离别 哈哈 这话什么意思 多看钱嘛 对不对 什么都是看钱嘛 你给我开个好价钱 什么都可以干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是没什么理念的 他也没什么价值观的 什么人权啊 自由啊 民主啊 他没这套的 不像拜登 拜登是讲这个的 对不对 那他不是 好了 那现在就说他什么都是用钱 那什么都是用钱的话 那到时候北京开个好价钱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啊 对不对 因为曾经就有那个西娃瑞他们那个时候的 他当国务卿的时候就有人在建议了 他说你台湾啊 早晚守不住他 你就跟老公谈一谈 我们开个好价钱 他那时候开了大概是三兆美金嘛 嗯 嗯 他说来 咱们就一笔勾销了 台湾我不要了 你这个钱给我 嗯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嗯 我都觉得说这个几率不是存在啊 嗯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人呢 你说他不可琢磨嘛 他又可以琢磨 你要用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政治人物 那就看的可能比较准 嗯 那所以说商人的这个 这种所作所为 以及他们的这个行为举止啊 那可能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很多的国家 我特别强调 嗯 他们都成立了川普研究小组 哈哈 在他政府里面 新的部门 新的部门 他怎么呢 他就要把川普的一言一行 全部把你收集起来 全部都仔细研究 那像有什么研究是比较有趣的东西 现在还没公布啊 他们都各搞各的啊 刚开始 刚开始各搞各的啊 对不对 他们每个国家都各样啊 是不是 那所以说呢 现在呢 大家 我说大家的意思 像欧洲国家 像日本韩国 像这些啊 还有这个澳洲 这些 比较清西方的这些国家 每个都刺那一蛋 那你说怎么办 嗯 这个大概就是目前的情况 是好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汤老师 来加入我们的卢播间 今天正片也会有 汤老师持续加入我们 讨论非常多的议题 当中也包括了乌俄战争等等 晚上9点钟我们持续正片见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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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